Hello 大家好 我是Kei-san 今天想介紹給大家 我們日本人的美味家庭餐醉 今天有一點特別 我們日本的麵湯 這個最普遍的麵湯 叫做鮭魚自製麵湯 乳麵湯 我相信認識人士也有 聽過或去日本的時候 經常吃這個 在店舖的便利店 都可以吃這個麵湯 但是呢 家店做的東西 可以更豪華 我們除了今天 三個湯 一次過製麵 這個有少許技術 稍後介紹給大家 鮭魚 是甚麼呢 我們日文的鮭魚 意思是三文魚 幾年前 有些媒體都有討論過 我們日本人 叫三文魚 我們日本人的鮭魚 叫三文魚 應該都不對 因为鲑鱼和三文鱼是两件事 其实呢 韩英文的话 大家都可以听得好清楚一点 三文鱼是沙门 Atlantic 沙门 King 沙门 有很多什么沙门 这个鲑鱼 叫做Trout 沙门 Trout 应该是中文的葱鱼 葱鱼 我们叫做 日文的文字写着鲑鱼 这个节目大家先看看 应该知道了 我们日本的鲑鱼是什么味道呢 比较我们这边吃King Simon 或者Atlantic 沙门鱼的味道 淡一点 不会感肥 但是都是很浓沙门鱼的味道 我们多数都是用一些鲑鱼吃的 这样就呢 三文鱼的节目在这里 首先 加一点盐 这个多数都是煮海鲜的时候 改定 加一点盐 它可以变成一些海鲜的声味 和可以更新的三文鱼的味道 做得好 接着呢 加一点鲑鱼 这个是日本的鲑鱼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又是逼出一些声味的 和本身的食物的味道 更新的 而且呢 煮鲑鱼的时候呢 帮助食物的滑一点 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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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用了点盐 和鲑鱼 在这里 起码5分钟 或者10分钟 放在这里 先放在这里 第二个呢 今天又是我们做肉质烧了 我相信很多香港的朋友都在家自己做肉质烧了 肉质烧呢 有一个提示 应该呢 大家做肉质烧的时候呢 用一些盐 或者糖 接着用什么呢 可能都加一点少少水啊 或者不知道 葱色是 加点鲑鱼粉 我不知道 大家都有加点自己喜欢的调味料在这里 大家可以试一下 糖黄酱 这个呢 放入一只鸡蛋 可以放入一根茶匙 然后搅拌一下 这个糖黄酱呢 帮助些什么呢 煎完那个肉质烧后呢 可以保持一点 还是滑一点 请做肉质烧的朋友呢 应该知道 蒸肝烧的时候的肉质烧呢 很滑 好味呢 粗粗薄薄的那样 但是呢 煎完后 即是 搅拌一些耳气后呢 应该都 噓 这样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 用到糖黄酱的效果如何呢 OK 搅拌一下 其实呢 看到这个加点糖黄酱呢 这个糖黄酱也不是这么容易融化的 但是 没问题了 加热的时候呢 这个糖黄酱就立刻 一起融化 跟鸡蛋液的 是的 大概这么多 OK的 接着呢 我们请一下更简单的天葫芦 好吗 那这里呢 有天葫芦粉 现在不是日式的超市 应该街市也有很多不同品质的天葫芦粉 很多人问 这个 自己 怎样自己开天葫芦粉的范装呢 我觉得呢 大家不用这么复杂 多数都是准备冻水 一只鸡蛋 接着开一些低筋的面粉 接着呢 搅拌的方式 都有少少要 其实大家要知道 还有那个温度 多数都是 可以保持冬的温度 说十几度温度 才可以做到 美的天葫芦粉 为什么呢 因为面粉 加热的温度 就是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英文叫做 Glutine Glutine的口座 可能这个粉座 结在一起了 就是 落了 天葫芦粉 有的时候 会散开的 所以 大家 买回来 天葫芦粉 原因是 因为它很著名 什么温度 都可以 怎样搞完 都可以做到 天葫芦粉 OK 没想到这么复杂 好 那 今天 我们吃什么 天葫芦粉呢 这个 刚才我们 这里的三边人 有 河浪 我们的英文 叫做 Chiku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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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年纪的人 说 Ch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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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年纪的人 还说 Chikoku Chok Chok Chiko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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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人家叫Chikuwa 大家都可以 Chikokuwa OK 用淀附落饭 很方便 然后 我们想 加一点 这个 自锤 我们叫做 海醉 切小粒的意醉粉 加入淀粉漿度 炸出來的時候 表面的表面見到有少少綠色 還有少少去邊的香味 這個真的很好吃 大家一會兒試一下 請麵丼的時候 我建議給大家用日本粽米 應該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香港便宜吃的太角米 比較乾燥一點 少一點水分 在麵丼粥的時間 多數都是粥雞馬上吃 過幾個小時才吃 本身的太角米很坑 效果也不太好 另外日本粽的米 是吸收的水分很好 所以過一、兩小時的時間 都很軟熟 很美味 所以我建議給大家 可以考慮 用日本粽米 好嗎 請麵丼的時候 有一個規定 大家都要小心點 買飯 所有食物都是坦東 才可以在麵丼盒裡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因為食物有清液的溫度 很容易變化 食物有清液的溫度 很容易變化 今天這個送命的 是 食物有清液的溫度 即是 鮭魚自醉便當 自醉便當 自醉便當的原因 在這裡 我準備了一塊自醉 這個是剛剛 剪了去 這個便當盒的西裏 OK 那今天呢 我準備了 木耀花 這個是比較 小粒一點的 木耀花 好了 散開去 這個米飯的醉便 不是說太多的 大家 喜歡太多就太多 剛剛蓋上米飯的醉便 是OK的 OK 接著呢 這個叫做麵丼 加一點水 很容易做到 這個 有一個 好吃的湯底 那今天呢 這個麵汁 直接 用回 這個米飯上面 加一隻 木耀花 吃的 這樣的食法 都好吃了 這個 除了米飯 和木耀花 和少許的醬油 多數都 早上大家 吃這個麵糰 所以 這個飯糰 都是沒有時間 所以 有一個媽咪 應該也 有一個媽咪 想出這樣的食法 然後 放在這個 自嘴 好像一個 飯糰 這樣的 麵糰盒 但是 今天我們做 兩個 三個醬 豪華一點 好嗎 超做的 整麵糰 大家都很忙 一個 煎餅 有三項 這樣的 煎餅 一次過 可以做到 幾個醬 搞定了 中間 可以做 肉絲燒 然後 先放 鮭魚 在旁邊 好 來 首先放 三文魚 中間 我們做 肉絲燒 這個 有 有 一個人的飯糰 一隻 雞蛋 好 這個肉絲燒 搞定了 拿出來 OK 接著看 這個 三文魚 反轉 嘩 煎得很漂亮 現在 做第三個醬 這個 我做 柱子 因為 本身 柱子的厚度 都很薄 所以 不需要 放太多油 今天 我現在做的 柱子 本身 熟了 比較 高溫的 溫度 大概 180度 都可以 那麼 一面 一分鐘 反中 一分鐘 如果 大家 厚一點的 天婦羅 可以 上面 少許 都可以 那麼 加一點 少許 時間 看看 這個 三文魚 嗯 金黃色 可靈的 還有 五分鐘 可以 起碟 這個 柱子 好 因為我現在 加了 少許 天婦羅 放了 那麼 再一次 翻牆 那個 柱子 的天婦羅 搞定了 對不對 其實都 煮法很簡單 很容易做到 這麼美的 天婦羅 三文魚 今天 我買回來的 三文魚 這個是 我們日式的 切件 切法來的 大家有沒有留意 多數是 朝日買的東西 用條打環切出來 我們叫做西式的切法 我們日本的 汽油流線 可以斜切的切件 所以 怎麼覺得呢 煮法也有少許不同 那麼 今天呢 我用回 比較厚一點的 這個三文魚 因為 今天呢 我們請了點便頓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那個 肉的裡面 熟了味 因為麵湯 是廚雞食 本身熟 有少許 危險 所以 先確定 100%熟 先 那麼 早上我又說過 今天我們煮麵湯 所有食物都是 蛋蛋 所以我們 先煮麵湯 先煮麵湯 好 現在 煮麵湯 那就請了這個 玉子燒 然後呢 可能我們 切開 三件 就這樣 就這樣 OK 我們 日式的麵湯 有這樣的 這個 裝飾 那這些 有什麼用呢 譬如說 今天我們 做了這個 鮭魚 在這裡 那 不想 這個 鮭魚的 那個 表味 去到那個 買飯那裡 所以 鋪一塊 這些 裝飾 然後 在上面 吃麵湯 可以 保持 那個 菜 和米飯的 味道 不會 混合 一起 做麵湯的時候 儘量 那個 菜 的 汁 沒有 開著空間 因為 看麵湯 做麵湯的時候 一邊一邊 動 那 吃飯的時候 開蓋 看到裡面 都很大小 大家都知道 我們日本人 經常都吃這些 刺脈 在旁邊 就是 在餐廳 吃這個 停止的時候 都有這樣的東西 有這樣的 裝飾 然後 這個 黃蘿蔔 黃蘿蔔 然後 有一點 牛排 然後 我們日本很出名的 梅乾 這個 可以 完成 OK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